可以看到機場工作人員 手拿實聯制公告 忙著張貼不敢懈戴 澎湖連江紛紛傳出確診案例 旅客來來往往 疫情嚴峻 離島政府持續防毒疫情入門 6月1號分別實施新規定 像是金門縣政府就規定 針對搭機進到金門的旅客 全面強制實聯制 離島搭機14天內有症狀者 才需要快篩 結果陰性就可以上飛機 另外無症狀者 可以跳過快篩這個步驟 離島政府質疑 簡直是政策作伴套 為防堵漏洞 金門 澎湖 連江 就宣布三島一致 只要入境就必須強制快篩 不配合者要醫傳染病防治法 開罰三千到一萬五千元 自主加強防疫作為 就是希望降低中央 未能全面採檢的風險 開罰三千年 喔